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最近关于王一博的消息瞬间没有了,不少人都在询问,他人去了哪里? 这是神隐的节奏吗? 王一博的五、明拿下了九个亿的票房,对于一部偏文艺的作品,这个成绩算是亮眼的表现,紧随其后的就是《长空之王》,定档五一上映,又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宣传。 王一博正在拍摄《光明之路》,一部《民国时期》,金融类的作品,这个角色跟电影《无名的夜秘书》,有些壮行,却又完全不同。 不过无论王一博在干什么,都少不了王一博的黑粉各种的制造话题,只要没有消息,对应的就是回家抠脚的节奏,只要看不到他,比粉丝都积极寻找,何其努力啊。 最近娱乐圈的动态消息不少,时装周热闹非凡,没有王一博的消息,因为忙着拍戏赶进度,自然放出任何的动态消息,外界的说辞就会各种内涵,作为品牌大使不见人影,说不过去啊。 还有什么微博之夜,王一博为何不会参加?是不是热度不行了?人气不佳?还是负面新闻太多,不敢露面了吗? 总之呢,就是带着王一博的名字,就会有人参与,就会有流量,一贯的套路总会在王一博身上重复使用多次,毕竟王一博的粉丝群体足够大, 自然一波接一波的人会关注。其实对于这种传闻呢,我们都不得而知,毕竟王一博参与不参与,我们目前也不得而知,如果参加时装周,自然会有形成安排,如果参加微博之夜,官方肯定会放出消息,毕竟流量这么大,怎么可能放过这种好机会呢? 现在的王一博主要是忙着拍戏,后续还有电影作品又要上映,必然需要配合宣传,从这次的电影《无》,《明》,我们看到了王一博的号召力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4月28日,王一博主演的《长空之王》上映,这部影片符合主流市场,是必须要好好宣传,展现中国航空领域的发展。 同时呢,我们也发现今年《扎堆》上映的影片很多,目前就有五部影片定档五一期间,竞争也是很激烈的。 春节档的七部作品《中午》,明的艺术性最强,口碑也得到了认可,无奈的视牌片不佳,能够拿下接近一十亿的片方,实属不易。 反观这次的五一假期,目前有五部影片定档,自然又是一顿厮杀,这种情况下,王一博作为主演,是必须要卖力宣传了。 同时呢,都知道在这种重要的假期里,头部电影的牌片自然会高很多,看下今年的小破球跟满江红的牌片就可想而知了。 最近中,央网信办提出了,严查借春节档电影挑起,互丝对立等问题的整顿,很多网友希望都提出了异议,希望影院能够均衡影片的排片量,合理规划影片的场次,百家争鸣才能更好的利于中国电影的发展。 最后呢,我们还是想说,没必要各位这般操心王一博,他需要沉淀,他忙着拍戏呢,演员之路他会越走越稳,他需要减少不必要的曝光,增加一定的神秘性,才能有更多的角色新鲜感,你说对吗?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,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